今天現場所有來參與我們 果陀30週年 這一次特別為大家帶來的 悲憫刺繩的兒女幕後的講座 那也很感謝大家今天到這裡 一起來跟我們看一看 這一齣戲裡面想要傳達的意思 首先呢第一位我要介紹的是 悲憫刺繩的兒女的副導演 王牧天副導 演員東明湘東東 手語老師朱愛琪 社團法人台北市普攻英聽語協會的理事長 謝立方理事長 那今天我們的活動呢 其實特別是由2018年 新北市藝文中心的演藝廳這一邊的 演藝團隊助館計畫呢 特別參與的一個部分 很多人說聽人的世界跟龍人的世界 有的時候我們是在兩個世界裡面 即使大家一起在看一場戲 你有的時候可能也沒有辦法 真實的傳達給每一個人 可是這一次在這一齣戲裡面 無論你是聽人還是你今天是龍人朋友 你都可以跟我們一起來感受這一齣戲給你的感動 這齣戲的男主角呢 也就是我們曲中恆曲哥所飾演的這個男主角 他是一個語言學校的老師 那他在學校裡面呢 他是教 弱聽人或者是龍人去獨存 或者是教他們正音 那有一天呢 這個校長他就帶了女主角來到這個班上 學習能夠跟聽人溝通的方式 那在他們教學的過程中呢 他們就 相戀相愛了 那後來呢 結婚了之後他們就要面對生活中 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上的摩擦 除了這一條故事線之外呢 還有我們東東所飾演的另外 在故事裡面的一個弱聽人 他希望能夠幫助所有的龍人爭取工作的權益 兩條線 故事線並行的情況底下 就會讓我們所有觀眾看到 原來龍人的世界 有很多部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的 我們都需要對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有多一點的同理心 有多一點的愛心 多去理解 希望在這個社會能夠有更多的溫暖 能夠有更多的愛心 大家好 我是東名將 其實 在我大概半年前就知道 導演要找那個聽眾演員 那時候 說聲的 我沒有很大的距離 因為我還沒有看過劇本 當我看完了這個劇本 我才發現 這個 我在角色裡面的叫做奧倫 奧倫 對 奧倫 奧倫 他的劇本 跟我劇本 是差不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都有一種 看過太多那個 不公平的現狀 是 就是 劇本 沒有辦法去 反抗 可是呢 我可以通過劇本裡面的奧倫去反抗 所以反而劇裡面的角色替你自己也發生了 這組的演出非常的爽 非常的爽 因為 因為我在裡面 這是一種打抱不平 然後有一種 會帶有一點那個 彰化喔 覺得很開心的感覺耶 他在裡面 還蠻喜歡的 不只是引發革命 他裡面還有大罵髒話 覺得他很爽 對 他很投入在他的角色裡面 有一天我遇到了一個很大的挫折 不只養導也的要求我做不到 這個挫折我一定要跟他對抗 我不可能做不到 那天我們在Facebook上看到他寫 很多朋友都很擔心 他說真他媽的挫折 我永遠會記得這一天 很多人就說不會啊 你是很棒的啊 加油啊 後來他就發了一篇 大家不要誤會 我是不會被挫折打倒的 後來我得到了楊導演的認同 對 到快要演出的時候 楊導就說 奧倫你演得越來越好 你就是奧倫 給他一個掌聲 我覺得非常不容易 生活之中可能也有非常多的挫折跟挑戰 可是東東這一次完全把他轉化成為 可以讓他自己成長的力量 實際來看看 戲裡面的挑戰是什麼樣子好不好 東東也會出現在這個影片裡喔 你想跳舞 你想跳舞 你怎麼聽到這個音樂呢 一波就走 用鼻子感覺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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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瞧牌玩得这么精彩 我可以说唯一你这件事更了不起的事呢 就是叫他说话 当你跟我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认证我才去话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有些地方你还是得注意 花巧 花巧 花巧不是花小 花巧 花巧 对 看我的嘴唇 曰不是耶 曰树 曰树 对啦 在我过去的生命中 我都是别人的创造品 我生平了解的第一件事 就是每个人用应该听的剑 我既然听不见 那就是不好 透过刚刚的影片 其实可以看到 曲哥的角色非常不容易 他一个人呢要演出台词 同时之间其实他要会的是两倍的台词 他另外一个他是要学习手语 同时之间让整个剧场所有的人都能够看懂在演些什么 所以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我们是最友善的一齣戏 今天大家来到这边不是为了要知道故事 要知道故事你们可以进场看 我们要知道一些秘形 小秘密 最大的不一样当然就是 手语的部分 那我们这次的因为他这个系的内容上的不同 所以我们是花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全部在帮曲哥上手语 因为他要演一个语言老师 所以每天他就是先来之后 然后爱琪老师先从第一堂课开始教他一些很基本的手语 你好是不是有没有好坏喜欢不喜欢 这些基本的给他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那个剧本 这一句怎么比下一句怎么比 然后才把小叔找来 让他们两个对话 然后小叔在比的时候 曲哥还要演出讲出他比的台词 然后他再回答他 所以他们两个这些手语已经学会了之后 我们才进到排练场 才开始排那些的走位 然后再加上其他角色的那个工作 曲哥就是很认真硬拼啊 硬学啊 把他记起来这样 然后之后在一边排练 然后他在一边继续记那个手语 然后直到演出这样 这是这一次还蛮特别的一个工作方式 所以其实比一般的舞台剧多了一倍的时间 接近是一倍的时间 接近一倍的时间 听说你跟小叔会在排练场的时候讲悄悄话 现在我如果没有麦克风 然后我要跟最后一排的人讲话 我可能要讲很大声 他才听得到 而且都吵到其他人 可是如果我们彼此会手语的话 我们搞不好用比的 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他同时另外一方面也是 手语就没有悄悄话 比如说 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所以其实反而没有距离限制 反而没有距离限制 反而没有距离限制 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所以手语这个东西 我这次在接触到的时候 发现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 它跟我们学 不管我们学中文、英文、日文 文法的不同 可是它们基本上的特性是一样的 都是透过文字跟口说的声音 可是手语就是另外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沟通系统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听障者其实他们所有的 不论是交流好了 或者是他们的语言词汇 其实并没有比听人少 反而有的时候 他们表达的是更多元 而且更丰富的感情 一段手语 他的手势 加上他的表情 能够表达出来 甚至比你用文字写出来的时候 是更具感染力跟力量的 在二轮的世界 就是有听人 就在来帮我们决定了 但是从来没有问过 我们听着要的是什么 而且就是被安排 就是将来被安排到 我们觉得有点反抗 那么有没有花一点时间 来听听我们听着的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原理没来 帮我们决定了一切 就是在这个二轮的角色去这样 介绍着我的角色呢 就是我要站在两边 去找到一个沟通的桥梁 我不会特别编好哪一面 我会去比较中立的去找到 这两个可以值得来讨论的地方 不只是翻译还是协调者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论是在 系里面的奥伦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的东东 其实都是为了能够把这个桥梁搭好 所以非常非常的努力 今天一面呢 这个首语老师 他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路哦 刚刚讲了 从前面开始 第一个月 曲歌在学首语课 他就在了 后来到后面的一个月的排练 他还在 他其实陪伴这出戏非常非常的久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因为呢 这个说话的时候和首语呢 其实有时候他的那个文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的同时 首语呢 其实有时候是颠倒的 所以在剧里面表演的时候 曲歌一样是很困难的 他要讲 讲话的同时 他的首语是要比相反的 对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剧本呢 一定要选龙演员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呢 这个应该是台湾史上第一次 有这样子的剧团 然后愿意找听障的演员 终于有听障的演员可以上台 所以我很开心 其实我第一天在教曲歌手语的时候 我就想放弃 诶 诶 诶 他每一次都忘记 然后我就在想说 糟了 如果你们是老师 然后你教一个学生 然后这个学生很笨 都记不起来 那你会怎么样 换脚 不是 好 然后我就在想说 好吧 曲歌都已经50了 然后还要学手语 然后文法还要颠倒 然后还要一边讲话 那你们要为难他吗 你会觉得 你是在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第二天呢 我就开始 诶 教这个剧本的台词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看了导演 然后呢 我就 我也有感觉导演 压力很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今天教他 他明天来的时候 就忘光了 然后 我今天呢 在帮他复习复习 回去隔天再来 哎呀 又忘了 一直到很接近 很接近那个 演出之前的一个礼拜 然后 曲歌的手语 就突然进步了 诶 然后我就觉得说 诶 好奇怪喔 为什么他突然进步了 然后我就问他 曲歌说 对 因为 我三 我几乎三天没有睡觉 每天都在那里 哈哈哈哈 他说 因为你教我 但是你没有上台啊 上台丢脸的是谁 是我 哈哈哈哈 我 我其实很佩服他 因为第一个呢 他要自己要 背台词 第二 要记手语 第三 要帮小叔 记手语 而且呢 说真的 到现在小叔的手语呢 曲歌 还是看不懂 所以如果上台呢 他其实是用背的 是 那 所以小叔呢 如果他比错了 怎么办 没关系 对 可是 曲歌如果自己说错了 他的 呃 对手就是小叔 没有办法帮 帮他 你懂吗 就是 所以会很困难 然后呢 第四个 还要有情绪之外 我要再另外再爆料一点点 因为呢 那个 女主角 是模特 所以他很高 所以他很高 那我们男主角呢 哇 这样爆到这么深 就是 OK OK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曲歌呢 他上台的时候 是穿高跟鞋 然后呢 这一次的那个舞台 又是鞋的 所以 一边穿高跟鞋 又在鞋的舞台表演 然后还要记三个 这个 台词 然后还要情绪 还要表达 哇 我觉得真的很难耶 然后他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下台 有没有觉得很难 好 大家赶快去 买票 对 赶快去买票 这个掌声錄起来给希哥 对 对 给希哥掌声 对 真的这出戏很为难 五十岁的演员 真的很不容易 一直在挖洞给他跳 接下来呢 想要请我们的理事长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他自己的女儿呢 现在是有戴电子耳马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真的是一路里来 陪伴在身边的 这些心路历程跟经历的故事 他自己看着台上的故事 真的心里会很有感触 我在我女儿一岁半的时候 她那时候没有语言 那后来我们去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告诉我说 她有极重度的听损 那基本上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她两岁的时候开了电子耳以后 几个月以后 她就开始出现口语 那时候医生跟我说 家训妈妈 我是不是开错到了 因为就她的案例来讲 她可能没有遇过一个孩子的 术后的进展是这么快的 这个也是我要说 也许是我们幸运的地方 我女儿就是带了助听辅具 然后小时候经过语言的训练 后来她到国小的时候呢 她可以在普通班代表全班的 就是同学去参加演讲比赛 所以她的口语能力是不错的 但是我要讲的是 听损的朋友在学习说话的路上很辛苦 也许是听不到是一种 你生命的弱势 但是你的身上一定有一个优势 那个是我们成为人老天赋予的 看到我女儿她一路成长 然后她到高中时候呢 她非常热心搬上了学校的公共事务 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 如果我女儿都能 我有什么不能做的 那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蒲公英协会 听力损失的朋友 不是只是被接受的 我们是有能力给予的 未来我们也希望成立这样的志工团 是把蒲公英这些听损朋友的爱心 可以散播到更远的地方 语言要做什么用 语言是用来沟通的 所以不管我们任何人 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形式 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这是我觉得我今天在这里想要说的 从她身上的故事 我真的是看到在逆境之中 你反而会更茁壮 从这出戏里面也认识到很多 我们听人平常不会想象到的状况 譬如说夫妻吵架 有时候对听人来说 我就算不想听 人家一直骂我还是都听到了 对 譬如说假设我现在跟你吵架 然后吵一吵你觉得很生气 你要走了 你一边走我一边讲 图结你是圈圈插插三角形 芭拉柳丁香蕉 那个什么123456789 他很生气他还是 就全部都听到 全部都伤害到他 可是对于龙人而言 我只要不看 你就骂不到我 好实际啊 很实际 所以反而在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们有时候反而 他们握有 那个 我是否要跟你沟通的 的权力 的权力 你这样子对我 我不听 我不看你 你就没办法跟我讲 另外那个人就 你看我 你看我 你怎么样 所以在戏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很 很经典的就是 他们夫妻在吵架 然后 就是 女主角 把灯关掉 场上就一按 老公都气得不得了 我要跟你讨论这个事情 你就在那边发这个脾气 然后一啪 拒绝沟通 两个那个吵架 直接结束 没得吵了 他一直骂他也看不见 对 然后他也看不见 然后他只能在 黑暗之中 他妈的顽固 骂老婆 然后女主角睡着 对 所以像 这书戏里面 真的是让 所有的观众都能够更加了解 跟自己不一样的人 嗯 如果你通过这个剧本 这个舞台序 你就会更明白 为什么他们的世界 就是很安静 那安静 并不是真的 那么的安静 是因为通过学义 都不需要发出 什么样的真音 就会看起来 特别的安静 其实空气 上门着很多不同的感受 在这一次的节目手册里面 有一句很浪漫的话 他说 呃 清存朋友们 你们在的是一个 充满声音的寂静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所以寂静之中 其实里面还包含着 非常多的元素 这一出戏最终还是回到 我们所有人生而为人的一个 最基本的事情 不只是听人如何面对聋人 实际上 听人在面对另外一个听人的时候 你也要去体谅对方跟你不一样的处境 是 我们每个人本来都会有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背景 嗯 不同的特质 我们能不能多一点去了解对方 是 也许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不同的选择 但是 我觉得这一份了解 这一份试着要去沟通的意念 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都从我自己的方式去想 这个世界 用我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那我觉得 你这样看到的世界 会是很狭隘的 可是你如果能够多了解 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国籍的人 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思考方式 那其实世界是 非常丰富非常缤纷的 沟通是很重要 最基本的 那 口语也是一种语言 手语也是一种语言 大家能够用头领精的去看待的话 那么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 会变成很理化的 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这就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份语 听语 听到这个事情 往往总是很容易被人家贴上标签 那如果说能够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除了在听语 听不到之外 我们都有都是正常的 如果能够用头领精 千万不要用头领精去看待 那我们的社会就是 这个就一样的 在这一出系里面呢 我对于听障的认识呢 其实有加深 不同的族群的一个融合 然后 我们大家其实是一起的 那 还有就是 小叔每一次在访谈里面 他都会分享说 其实 如果要和听障沟通 一定要学手语吗 其实不一定 最重要就是用爱和尊重 来做沟通 其实我们说沟通喔 就是 你我双方嘛 那有一个是说话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听话的人 不可能说话的人 一直说一直说 其实 很重要的一个是 倾听 就是你要去倾听 对方说的话 而不是自己一味的表达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用心去聆听 也许这个心 其实就代表了 各种语言了 其实听众朋友们 他们其实就是 你多一份了解 你就知道 怎么跟他们沟通 那个 至于语言的形式 是可以 因着不同的需要而改变的 小叔之前有个访问 问他说你要怎么样演戏 如果你真的听不到的话 他就说 没有很困难啊 我看着我的对手演员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们用心交流跟沟通 我可以知道他现在想要表达什么 其实都是端看于 你有没有用心在听对方说话 无论他表达的方式是什么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差不多在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Q&A的时间了 这个舞台剧是有听人也有龙演员主角 为主角的 那么一定会有很多的彩排和练习 那么当中呢 我想要问副导演 在这个彩排的过程当中呢 你学了几次手语 你觉得学他吗 你学了几次手语 如果你要上台的话 你学了多少 真的是考试啊 他要你用手语 他要你用手语 你有学了吗 可以啦 你可以的 讲几句嘛 看了看了 那个 一开始的手语课我有跟着学 但是从手演之后到现在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比 我都忘记了 老师要不要给他打一part 没有我现在很超怕比错的 他现在太多老师 蔡家专家在台下 他对这个语言比较不太熟 你很漂亮 我们去约会 等一下 他到底 好不好 他到底都学了什么 他比的好吗 看来撩妹与露都学的不错 好吗 谢谢 点赞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